综合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4号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 首次的公开对香港问题表明立场 并且将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从最重要的任务更改为最紧要的任务 接着11月16日 中国解放军也在反送中抗争开始过后 首次的走上了香港街头 有数十名的解放军士兵 从九龙塘军营上街 以协助清除障碍 一名负责人向媒体表示道 解放军是自发的协助 但是对于此事 有不少的香港民众对此感到忧心 更有人质疑是否为解放军 以做义工的名义出动 绕过了正常的出兵城市 而今天临近香港的广州警方 则是举行了反恐演练 演练过程中呈现了 处事爆恐事件的相关模拟场景演示 警方表示是要增强对暴力恐怖事件 快速反应的作战能力 最近几日中共当局对香港情势 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干预 这也让部分民众开始担心 是否会使得香港警民对立冲突更加严重 而关注香港人权议题的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考特 也在推文表示道 中国解放军出现在香港街头 是另一个令人忧心 来自于中共的事态升级作为 也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可能线索 他并且呼吁到 中国应该要小心地考虑下一步的作为 因为世界都在看 下一则新闻 综合报导指出 11月15号 中国媒体人高瑜在推特 发表了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鲍童在11月6号举行受验时的照片 并且揭露了部分鲍童的感言 其中就提到了 对于今日香港情势的看法 赵紫阳一直以来都是中共体制内开明派的代表之一 而他的政治秘书鲍童 多年来也不断地为六四发声 呼吁要进行民主改革 根据推文表示 他在寿宴时表示 今天在这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香港 都希望香港成功 祝福香港 香港能不能成功 我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香港已经成功了 他成功擦亮了国际社会的眼睛 尽管还没有擦亮大陆所有人的眼睛 第二香港能不能成功 不取决于别的东西 只取决于一个力量 他解释道 从六四以后就有人问赵紫阳 你能不能成功 赵紫阳说不能 为什么 他回答我没有力量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态度 长远的来说 你可以拿出无数的真理 来说这个社会总是真理要战胜的 但局部来说 具体的来说 成功是取决于力量 二战之后要解决的遗留问题 是德国和日本 希特勒不投降 是那样一个下场 日本天皇投降了 现在还在 德日都转型了 这也取决于力量 他接着说 未来再有大战发生 不会是日本发动 也不可能是德国发动 香港问题 就他擦亮眼睛这一点来说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给国际社会上了最深刻的一刻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有一个共识 就这一点来说 香港的成功是永远的成功 不可逆转的成功 推文并没有透露 寿宴举行的日期 但是披露了这一段讲话的时间 正值香港局势升级 中共军事镇压 似乎一触即发之际 而周四 习近平也才发表了 针对香港措辞严厉的讲话 中共官媒目前仍在极力煽动仇恨 对港人发出恐吓威胁 却仍然没有新的具体行动 有分析就指出 现在中共内部 对于要如何处理香港问题 意见产生了分歧 目前可能正处在一个 关键的十字路口之上 下一个新闻 中美贸易谈判曾宣布 第一阶段实质性协商完成之后 便让外界十分的期待 两国能够正式签署协议 但是却有人指出了 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 内容规避了较为重要 而且敏感的议题 而且美国方面也在前几日表示了 这一份协议可能不会由两国领袖 习近平以及川普签署 就像是给外界打了预防针表 表示道 这一份协议所谈妥的内容 可能并不如外界所期望的重大 而中国官媒央视今天报道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以及中美全面的经济对话中 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不过这则讯息没有提到双方详细的对谈内容 但是表示双方围绕着第一阶段协议 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中美双方将会继续地保持密切的交流 下一条新闻 新岛日报报导指出 香港区议会选举 原定在下周日11月24号举行 但是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今天在网制中表示道 有三类事故可押后选举 投票或点票 当中包括了骚乱 公开暴力或者任何危害公众健康或安全的事故 这似乎就暗示了香港选举 有可能会因为现今的局势而延期 张建宗表示道 他希望选举能够顺利进行 相信这也是候选人 选民以及整个香港社会的期望 但是近日的社会暴力事件持续地发生 使得政府在筹备选举工作时 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挑战 但是政府会竭尽所能地 让选举按照相关法例 在公平公正公开且安全诚实的环境下顺利举行 下一则新闻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安德鲁海斯蒂和詹姆斯佩特森 表示了由于他们对中共的直率 所以中国禁止他们在下个月入境进行访问 两位原保守派议员访华的目的 是要参加澳大利亚智库 中国事务组织的一个研究之旅活动 海斯蒂和佩特森 素以大胆地批评中国著称 他们在周五晚上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道 我们期待中国政府会在将来某个时候 认识到诚实的讨论和自由的交流思想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今年八月 中国对海斯蒂在澳大利亚媒体撰文 警告中国的影响力表示了谴责 海斯蒂当时将北京的崛起 与纳粹德国的威胁相作比较 海斯蒂在澳大利亚执政党中颇具影响力 也是澳大利亚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的主席 中国事务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道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已经通知他们 海斯蒂和佩特森两位议员 在这个时候参加中国事务到北京的研究之旅活动 是不受欢迎的 中国驻澳使馆发言人表示 对于无端的抹黑中国 动辄向中方施压 挑衅中国主权和尊严 破坏中澳互信的人 中国人民不欢迎 当今世界早已经不是西方列强的殖民时代 中国绝对不会接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殖民 只要有关人士认真的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 尊重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道路和制度 中国方面交流和对话的大门仍然将向他们敞开 下一则新闻 法广报导指出 香港警方周五到周六夜间宣布了 他们在周四11月14号逮捕了两名在香港的外籍留学生 这两个人被指控涉嫌非法集会 其中一个人还外加了一条违反蒙面法 这两名德国留学生分别为22岁和23岁 根据香港官方电台引述了警方消息 在周四晚上大约9点时 警员发现了一批示威者在屯门乡试会路 和被渡路交界聚集 于是就展开了驱散行动 其后在屯会接一个巴士站 截停了两名分别为22及23岁的外籍男子 经过调查过后 22岁男子涉嫌非法集结 及违反禁止蒙面规律被捕 另外一名23岁的外籍男子 则涉嫌非法集会被捕 根据德国图片报透露 这两名被捕的德国年轻人 是香港岭南大学的交换留学生 德国外交部也证实了 有两名德国留学生在香港被逮捕的消息 但是目前没有透露这两人的身份 以及受到了什么样的指控 根据柏林外交渠道的消息表示 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已经向他们提供了领事服务 并且联系了律师和香港政府 下一则新闻 香港反送中运动至今 已经在多国的城市以及大学间 引起了支持者的关注 并且走上街头为香港发声 与此同时也传出了 在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反送中停港的民众间 爆发了不少冲突 综合报导指出 近日有部分的韩国学生和中国留学生 因为香港反修例示威而爆发冲突 韩国的东国大学 由宣传香港真相学生会贴出了大字报 遭到了中国学生贴字遮盖 而韩国汉阳大学 则是有数十名的韩国学生 张贴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的宣传海报 却有五名的中国留学生撕毁海报 双方便爆发了肢体冲突 事后 汉阳大学全体中国留学生 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表示 他们不反对任何自由讨论民主 强调反对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想法 并且延斥所谓的港独分裂行为 中国驻韩大使馆也在11月15号发文表示道 中国学生对于损害主权 歪曲事实 言行愤慨和反对是理所当然的 呼吁韩国民众要理解并且支持中国 支持示威活动的宣传香港真相学生会 则发声明批评 使馆是韩国民主如无物 中国驻韩大使馆则表示 对于部分韩国中国学生 因为香港局势对立的情况感到遗憾 宣传香港真相学生会 则是理性回应指出 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即使是反对香港民主化的示威人也不例歪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